好 继续再看到为了避免外地的游客进入到部落 引起部落的惊慌 花莲县的秀林乡公所18号就宣布了 即日起封闭翡翠谷 沙浦当西 三战西 以及崇德板下渔场等热门的细水场域 居民乡公所无话公共客客长高云表示 武汉肺炎COVID-19本土病例暴增 向内多出热门细水景区 游客不检反增 部落居民担心有疫情散布的疑虑 要求封闭景观区 高云表示 花莲县政府在17号起 禁止从德板下渔场水上活动到6月8号 向公所从18号开始再增加翡翠谷 超过党西 三战西等处禁止细水 封闭时间至即日起到6月14号 因为从上礼拜 就是我们疫情爆发之后 那很多景美 像景美村 冯德村 还有水源村 还有我们铜门村这几个村 村长其实也很担心 那在上礼拜 像我们柏拉丹 三战西这边 就有很多溯西的游客 或者是开着四轮传动车 进到我们三战西的河床 那一些游客也都没有戴口罩 这样会引起我们部落族人的恐慌 那也破坏我们整个环境的生态这样子 那所以是公所这边的希望是说 我们也发布一些消息是希望这些游客就尽量不要再到我们的部落当中去做一些像有气活动啊或是水上的一些活动这样子 目前暂时就是有公告就是四个管制区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铜门村荣树部落的翡翠谷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水源沙伯党西 还有我们景美村三战部落的波拉丹 三战西 还有我们崇德村这边板下渔场的一些进行独木舟的一些水上游戏活动 高院表示外开放区很难落实实联制量体温等等 目前已经协调封闭溪流的临近村落设置巡视人员不定时巡查溪流的状况 并以设立警示牌拉封锁线等方式进行 金远村临近三战西 村长知识雄表示 疫情相当的严重 到部落玩水还是人相当的多 甚至还有来自双北的游客 并不是要改人 但是部落是以长辈为居多 方必是为了保护连长族人 希望游客能够起量 记得喜欢你学习们的